这是中国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智慧 产品本土化的改造提升 是中国企业必须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后面还有两辆车是吧 孙邦成是最新一代动车的总工程师 今天他要对这批即将完工的动车进行系统调试 这列动车就要行驶在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线路 京广线上 无论从外形还是一些细节上 都已经和德国最初的设计有了很多变化 来自德国的动车技术 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中国跟老外的运营环境不一样 都需要进行完善 就是这种细节都是很多 一看很简单当的 但你要不要搞退一搞命后 你需要动很多脑筋 这个是个是吧 是个老外的 在德国的设计图纸上 车厢之间的连接处留了很大空隙 以保证列车转弯时 相邻的两节车厢不会发生碰撞 但这种设计并不能适应中国的路况环境 经过距离2298公里 沿途经过多种复杂地形环境 南北温差将近40摄氏度 按照德国的设计 动车高速运行时 两节车厢之间的空隙 就会形成空气漩涡 会产生巨大的阻力 需要耗费额外的电能来抵消阻力的影响 中国必须对这一设计进行改进 研究人员制造出了用橡胶做的连接风打 这不仅使动车每一节车厢之间的缝隙 尽量缩小 几乎连成一体 而且由于橡胶原料具有较好的伸缩性 列车的曲线运行变得更加灵活自主 这一改进 使动车组至少减少阻力5%以上 朋友们 将我们共同举备 为长车最好的朋友 为我们伟大的友谊 这是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 西门子公司动车项目的总协调人威斯特 明天将离开中国 威斯特在中国生活了六年 在他看来 这些曾是学生的中国工人 已经日渐成熟 这里已经拥有相当数量 世界级水平的生产者 有了中国自己的接线大师 判接大师 测试大师 测试大师 欣甘 Zero 雷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京广高铁正式通车 这是世界上运营距离最长的高速动车组 已经成为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列车 动车最初的设计者 德国西门子公司 并没有将蓝图变为现实 但中国的制造者 却学习到的精益制造理念 和更为质朴的实践 实现了这个梦想 今天 中国已经拥有了上万公里的高铁里程 中国正在以这样的速度 追赶和超越世界最先进的制造技术 这里是春晚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 这是一个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机床生产企业 舒尔茨和罗泽 正在和他们的中国同事刘海旺 一起抢修一个重要的机床零件 这是架工船用螺旋桨 大型洗床上最重要的部件 白脚头 因为它的故障 生产螺旋桨的那家中国造船厂 已经局部停产 舒尔茨和罗泽是德国科宝公司的服务工程师 八年前 中国的北一机床全资收购了科宝公司 舒尔茨和罗泽也成为了这家中国企业的技术人员 科宝是德国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装备制造企业 它的重型龙门数控机床技术水平世界第一 顶尖企业非常知名的 这个知名我们是通过什么来 我们通过我们日本的合作伙伴 他们很认同科宝公司 你说你们和科宝公司来就 他说那就是一流的企业 而不是通过德国人自己说的 舒尔茨修理的白角头是由德国科宝公司进口的 以前要想修理白角头都必须运回德国 极为耗时 现在舒尔茨他们在北京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在另一个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调试一台大型高端竖控机床 这台机床最核心的零部件就是白角头 它的制造技术此前只有德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几家公司掌握 这个黄色的部件是机床的滑枕 它可以按系统指令自由移动 白角头将被安装在它的下方 机床被称为制造之母 而白角头则是高端竖控机床的核心部件 它就像竖控机床的关节 可以驱动刀具加工出各种形状复杂的零件 比如大型水轮机叶片 大型舰船的螺旋桨 由于这些零部件大多被用于军事 能源等非常规领域 因而白角头的加工 一直都是全球机床厂家 体现技术实力达到高端制造的标志 直到今天 白角头依然是机床厂家 想要攻克的技术难关 刘海旺是这家企业里少数能够完成 白角头维修调试的高级技师之一 这个白角头的价格远远超过同等重量的白银 白角头所以能做出普通机床难以加工的部件 秘密在于它内部 以特殊方式集纳的五百多个 能互相配合运转的零件 这些零件的安装精度误差要求控制在 百分之一毫米以内 不到头发丝的八分之一 在白角头狭小的空间里 如果控制不好零件之间的间隙 刀具就无法工作 这只能凭技术人员的经验和感觉 即使在德国 也只有几个人能够熟练掌握这项安装技能 您看这个头并不是很大 但里边有五百多个零件 它的零件也不是说都很小的 有的很大 那怎么办 它就是需要你正确的安排它的空间 如果我们增加一样东西 或者减少一样东西 会非常难 这个空间安排 包括它的功能实现 都需要考虑得很清楚 才能把它嵌入进去 今天的工作并不顺利 组装好的白角头不能正常运转 刘海旺只好将白角头拆开 查找原因 反复测量后 刘海旺判断 这是因为几个误差超标的零件所导致 Micro componente 电视频 电视频 谢谢大家